41岁大S惊传颠迁复发,突然昏倒进急送医病况不明。曾发作三次,妈妈出名哀伤症时。 大S惊传颠迁复发,突然昏倒,目前医送往台北荣总医院,病况不明。 他27日传出,因身体状况亮红灯,连28日要录吴宗献节目《我要当女医》都紧急取消,状况令人担忧。 有媒体向S妈求证病况,她表示没事了,西元是因感冒引起颠纤复发,之后不愿多谈便挂断电话。 据悉,大S今晚将住院检查,直到康复再出院。 据报道,27日傍晚时分,大S紧急由救护车送往台北荣总接受治疗。 有传,她不久前快速瘦身有成,被外界怀疑,是减肥过度,因此影响了身体健康。 41岁的她,2016年生儿子,是高龄产妇,有传为减轻生产疼痛,是打过两麻药,也曾让她颠纤复发,甚至住进家库病房,顺利产子后,也因荷尔蒙失调,心脏肠不舒服,花很多时间调养身体,好不容易28日要复出录节目。 大S的颠纤状况,曾发作三次,S妈曾说,她曾因工作压力太大,颠纤发作过一次,除了这个病症,也有忧郁病史,2000年,她也公开证实过,发病时,甚至会想拿刀杀妈妈。 而她压力的来源,就是凡事要求完美的性格,后来求助医生,现已痊愈。 而大S第二次发作,就是生儿子时,这回已是第三次发作,妈妈语气哀伤的证实消息,并说明她是儿女传染,感冒反复一直没痊愈,加上有点嫌宿疾,晚间昏倒才解急送医,现已没事。 其余不愿多谈,只说她今晚将住院检查,直到康复。 节目制作单位回应透露,她今天下午请假,原因是上吐下卸站都站不稳,以身体不适为有请假。 大S经纪人则否认,她只是单纯感冒发烧,因为体力不支所以紧急送医治疗,没什么事情别担心。